其余确诊个案包括张敬軒演唱会 一个负责做分流的员工 沙田一田百货也多10人初步确诊 当局呼吁市民签密调以轻塞 四个到过红馆看张敬軒演唱会的人早前确诊 最新再多一个演唱会负责分流的兼职工作人员染疫 那个员工负责在闸口分流观众 分别在上个月22、24等5日上班 自上个星期四发病 始终人数非常多 每天都大概有6000公众 如果加上这么白长就有接近5万人 所以希望有中间有一些存货 我觉得都是不奇怪的 变成公众如果自己有不舒服 或者自己担心的话 都是希望他们可以去尽早做检测 一田百货计日前有两个员工确诊 沙田店再多10个员工初步确诊 部分在超市浴部和赛部工作 也有尊贵的员工 一田说那间店已经全面关闭 可能你们都要当一切的环境 都可能有机会污染了 就算我们今天清洗了 不知道何时又可能有个个案 因为始终个案都不少 变成一变成公众设施 在哪里都好都是要洗手 变成自己的时候 或者特别是吃饭之前 一定要洗手 另外亚博检疫中心五号馆 再多一个照顾员初步确诊 累计四个人确诊或者初步确诊 而卫生服务中心位于亚加路街的办公室 也都出现小型爆发 涉及三个职员 确诊的是兼职 同时是牛头角救护站的队目 曾经接讯生搬肺炎患者 其余两个人是初步确诊 乘坐大厦要做测试 新增个案包括马鞍山崇珍中学的一个学生 和光明学校一个教师 相关学校要大清洗 现有群组方面 日出康城九旗地盘群组 新增三宗确诊 累计五十宗 长个跳舞群组新增五个人确诊 包括东华三远河玉清碎柳怡亭一个院友 芳树全日间活动中心器宿舍 也多一个人确诊 至今一共五十八个人中招 初步确诊个案方面 包括栗敦寺医院一个女病人 她星期日入院的时候 曾经入住外科病房 三个女病人需要检疫 威尔斯亲王医院坐产室训练学校 一个学生初步确诊 同班三个同学调为密切接触者 学校需要停课一个星期 无线电视机者陈慧氏报道